那么我们第一位演讲者是会讨论到威尔的流行性和遗传性 是由曼妮斯·秀医生 他是本人家庭未尝道二线总理临床副教授 未尝道总学主任 虾化管管管中心主任 威尔·卡奈尔医学院 纽约长老会医学院代表基金会医学顾问委员会的成员 大家问题的话请您留下来 等到后面我们问答的阶段 再提问 那么再现在请各位也把你们的问题发给我 非常感谢 非常感谢邀请我来参加 前面那么几位座谈者的话 就是让我很感动 作为医生的话 就是让我提醒我 就是你必须要有多么的坚强 才能做一个病人或者做一个病人的护理者 所以我觉得就让我更加的谦谤 那么我很荣幸能够来跟大家谈谈 关于胃癌的流行性和遗传性 那么就是在座的 我记得很多人的话 其实都可以来做这个演讲 因为这边有很多的专家 也就是胃癌的专家 我只是其中之一 所以的话我就是先来讲 就像我们前面讲过的话 使管癌和胃癌的话 在美国每年的话有43,280个性病例 在美国的话其实不是主要的一个疾病 三分之一 主要是那个就是大肠癌或者乳腺癌 就是五分之一的话 它有那个前例腺癌 那么在全球的话完全是一个很主要的一个疾病 加上各种疾病的话 就是有14亿人就是各种各样的 就是跟胃相关的一个疾病 那么胃癌 我们的话差不多有26,370 那么使管癌有16,910 那么完全取决于你去 有时候可能是被看到胃食管癌 有的是被身为胃癌 那么另外一个 那么其实胃食管交接处这个方面的 也就是跟我们很多的就是饮食和我们的就是 肥胖症可能相关的 但是就像我讲过 在我们使管啊 我们的胃食管交接处啊 还有喷泥线的话 这个增加那么整体的存活力的话 才有改进 那么在胃癌的话 改善的话 从16%到就是27% 但是我觉得我们还不足够 我们希望这个百分比能够增加到百分之一百 但是就是哪上百分之五十 我们也就很满意的话 那么食管癌的话也是比较严重的 那么我们现在五十年的话 也是从百分之五 只是改善了百分之十九 这是一个 这个是我们使管啊 还有就是 还有就是卫使管它的这个显示图的话 比如说热饮啊 或者是吸烟啊等等 可能就会影响到这方面的疾病 另外就是好像也好像 那个华尔街的一个工作 这就是疾病因为很多压力很大 那么有的可能说 他们有这个反酸 男的民女性要更多 另外对于胃癌的话 目前最大的一个因素 也就是优门罗杆军 那么影响到世界上一半的这种一个人口 就是80%的话 即便都是这个疾病引起的 那么随着时间的退役的话 就可能会引起这个胃癌 这个是肠胃癌的话 就是跟这个相关的 因为就是卫使馆交接处啊 这个肛仪啊等等 所以这个是 都是有相应的影响的 我们的患病变好像也有出现问题了 我觉得下一页的 这个是有关于 他的目的就是要描述一下 那么有一个就是说法 他的那个优门罗权军感染 他就是 这个是影响 至今恶癌 恶化的相关因素 有营养环境 腌制或者是薰制食品 高盐 水果跟蔬菜 事实上 保护你的癌 同时还有血清晰也对你好 从社会的话 对密度很高的话 低社会基层 如果您住在都市 您也有高的胃癌风险 还有吸烟 还有曾做过胃部手术 30年之前 如果您胃有问题的话 您就是 把胃的那部分把它移除 20年之后 发现这些被移除 胃部的人 他的胃癌风险上升 然后还有 我们刚才讲过 优门罗杆菌 还有胃 萎缩和胃癌 还有恶行贫穴 这个都是刺激胃癌 恶化的相关因素 这个下面 这个片是很重要的 我们发现 这个胃癌呢 有遗传性 因为他们有 CDH1或者EKH1的 这种基因突变造成的 这个是在20年前 有Perry Heffer 他发现这两个基因 在纽英格兰 医学杂志里面 他们发现 这些胃癌的人 他们有这些基因 他们找到六个病人 他们在 内窥镜检 没有找到癌 但是呢 他们在细胞结构里面 找出这癌 这就是开始 我们必须要 做 如果呢 这个病人 有CDH1的话 应该把这个 胃切除手术 这样的话呢 可以防止他的胃癌 未来的胃癌 这个 是一概连蛋白 它的信号通路 经过这种蛋白通路 当它突变的时候呢 结果就是说呢 Begatonin 它一旦做突变以后 它变成这个自由基 它呢 能够 这种蛋白 以后可以活 要 这种癌症的基因 然后造成了胃癌 我们测试过几个标准 如果你有 直系亲属病例的标准 比如说两个或多个的 直系亲属胃癌病例 至少一例在50岁之前 诊断 未弥漫性胃癌 或者三例 或更多例的 直系或非直系亲属 弥漫性胃癌 您就是应该跟病 您的医生说 您有这种直系亲属 或非直系亲属有胃癌 这样会 叫他呢 去帮您呢 查查看 以前呢 我们认为胃癌都是一样的 但是一旦呢 因为我们了解到对 不管是在病理上 或者是在经营上 对胃癌研究更多 我们现在把胃癌 把它呢 分成好几个类别 所以让我们可以更清楚地知道呢 这个胃癌分类呢 可以用不同的靶向方式去治疗它 像胃呢 胃癌不是一种胃癌 如果您看到这个片的话 一个呢 一个呢 是组织学跟胃治 一个是有关 喷门腺癌 跟喷门 跟胃腔癌不一样 还有生物学的话 跟MED 这个本身是另外一个蛋白 还有CDH1 我们刚才讲过基因 还有病因学呢 优民 罗干菌相关等等 所以这些呢 都是不同的 类别的胃癌 我现在给你看是 幽门罗干菌的照片 这个细菌呢 住在 它本身是在胃的下部 胃呢 它有很低的酸度 它要做这个消化食物 这幽门罗干菌在这边 因为胃事实上是 很艰难的环境 艰困的环境 但是它最适合这种细菌 它们会胜穿了这个胃壁 百分之零点零五 一旦有这个 幽门罗干菌的话 会有癌症 当我们发现 这个细菌会长癌症 这个事实上是一个 革命的发现 因为以前呢 有胃溃疡的时候 它们必须要动手术 现在您可以直接治疗 用消炎药去治疗 幽门罗干菌 您就直接可以呢 潜癒您的胃溃疡 这个胃溃疡 在这方面是革命性的 很有意思的就是说 如果你治疗 你的幽门罗干菌 并没有减低 你对胃癌的风险 这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所以我们现在要看 为什么 是不是因为 还有其他的细菌 会影响到 这个胃 造成胃癌 结果呢 有一百种细菌 住在胃癌里面 我们必须要知道 哪一种细菌 也会造成胃癌 另外 我要专门讲到 幽门罗干菌 有一般人口存在的地方 受感染 它会导致呢 PHA水扁增加 这个导致慢性胃炎 这是世界卫生组织 认为是一级次的癌症 下面我讲过 噴门癌 还有这种非腺癌 您会看到 噴门跟非噴门腺癌 都不同的 你看噴门的话 是男的比较多 这个噴门 这非噴门的话 是不过2比1 然后呢 噴门是白人跟黑人 的话是2比1 非噴门的话 是1比4 这个噴门1的话 它的年龄范围很广 非噴门的话呢 它呢 年纪大的话呢 反倒比较容易得到 然后噴门的话 是工业化的国家 所以一个结论的吧 全球发病率广泛变化 在美国可能是病例下降 但是在南美 在东欧 亚洲 都很多 这个跟饮食生活方式 还有感染都有关 胃癌跟 这个巴黎特跟食管癌 发病率上升 我们必须要研究找出 为什么 在西方的话呢 我们希望能够去找到 这种生活因素 为什么会影响到这些碗碍 比如说饮食 或者是肥胖 然后呢 最后一个 我们要去找分子驱动因子 那我们现在要下面 最后要讲到分子驱动因子 我们刚才已经讲到CDH1的突变 但是还有其他的方式 一个叫做零期综合症 还有呢 这个是BH3等等的 还有家族性腺流性腺肉病 离佛老龄综综合症等等的综合症 所以我们要考虑到为何 比较三种 一个是饮食环境跟基因 其中我还没有谈到的是 免疫性这一块 我们刚刚讲过 幽门罗干症的 在到处都有 我们的身体对 幽门罗干症的反应不一样 所以在IO1R24 会影响到我们身体 对欧门罗干症的反应 有些人可能会因为 刺激我们的 这个我们的身体的这个反应 过度造成慢性感染 我们的癌症里面呢 也有不同的疾病类型 我们刚才讲过呢 有非喷门 蔓延性和尽端胃癌 所以每一个这个次级别呢 不一样 几年前我们分析 根据呢 这个活检呢 去看到 不同的基因的三种的分别 结果我们发现呢 这个疾病的类型的基因 完全不一样 如果您看分子证据的话 您会发现呢 它的这种三种胃癌的分子 正列呢 显示呢 胃癌的这个三次类 这个胃癌的这个次类呢 的样本呢 可以呢 来自不同的分组 在新加坡 出版的 有一个研究 21个病人 有看过17个 这个胃腺癌细胞 在这个新加坡 这个研究报告里面 他们有做过分子禁据 他们有看到 基因的 各种的蔓延性 还有基因 然后如果您看呢 这个照片的话呢 这个是很有意思的 这个经过基因的分析的话呢 比用放大镜看的 癌症的 是不是这个 这个癌症已经蔓延了 更有效 所以用基因分析呢 事实上比放大镜的 去看这个 病呢 是蔓延了更有效 在Adam Boswell 他有来 在我们基金会讲过 他也是我们的一个 科学会员 他有做过 TCGA的分析 David Curzon Kevin Anson 他们也是在 这个研究团体里面 他们 从 250个基因的 分析 他们找到 四个 尾亚类 EB 还有 这种 四卫星 还有其他两类的 这种亚类 每一个亚类 都是不一样的 如果是 基因的话呢 它是非常不稳定 然后EB的话 它是非常高突变 这个MSI的话呢 它是 有 很高的 突变 EB的话 EB的话 在美国 它是很少的 这个 算是 所有 胃癌里面 只有11% 这个是 因为 BDL1跟2的 这个基因突变 才会有 这个EB 造成的基因 把所有的 风险 加起来的话呢 我们找出 有四个基因 组 子疾出现 这个标准呢 是很 复杂 有各种 不同的 这种标准 如果我们在未来 要 治疗我们的 疾病的话 我们要知道 它是属于 哪个基因组 才能够 更有效的 治疗 所以给你一个 例子吧 BD1跟BD2 这个是跟 我们的 因为BD1跟BD2 它有基因的 显示器 那它会 根据不同的方式 我们可以 根据基因 来做这种免疫治疗 因为有些 这些基因 如果您看的话 根据我们的调查 对免疫治疗 没什么用 那有些胃癌 您可以很清楚地看到 它是发炎的 在这种话 跟免疫就有 深切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看 每一个基因的特性 我们要看 它的分类别 然后跟 我们的研究方向 就是根据 怎么样的基因 怎么样的提供 不同的治疗 我们再给你一个例子 这个 是 特别的基因的话 这个本身对 免疫呢 是有影响的 所以我们可以用免疫 罚项来治疗 从病人角度来说的话 你以为的话 是很严重的事情 那么从医生角度来看 我们这里病人的时候 我们要了解 它的基因的一个情况 因为它能够 就是两体裁医了 那么从倡议者来说 就是说为病人 就是跟他们讲 做一个活体的组织检查等等 来做一个更好的理解 是比较重要的 因为现在的话 比十年前 当然情况好很多 那么有这样一个小的组织 有学业的时候 我们就能够了解到 很多的信息 所以这些亚新的话 它能够 让我们了解到 对治疗和愈合反应的差异 所以因为它癌症的话 有不同的驱动因素 那么这些驱动因素 有不同的治疗保镖 所以这些是我们做的原因 所以这是我最后的一页 非常感谢大家